當你是選議員的時候 可以吳曉弗 或者是說什麼雙席 你們大家可以搭檔的 去配票去選 當你到了市長的時候 到了部會首長的時候 位子就是越來越少了 當你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是金字塔的頂端 即使是同志 長長 或者是長匾 你就是會去爭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麼多人 國民黨最後就是一位而已 我們今天討論這樣子 就王金平跟韓國瑜的關係句好 是遠遠超為另外幾位的 但是其實因為節目也在走 我們不能說就是 就不負責任不講 但我覺得其實其實是如此 最後國民黨會出現的 我還是看好是朱立倫 畢竟七成跟三成 因為七成民調 三成黨員 或者是全民調來講的話 這個也跳通 你有沒有覺得 沒有 三個都講 所以國民黨最後 當然朱立倫他會想方設法的 剛剛立文姐有講到 所謂的朱王沛 想方設法 不是我講的 朱王沛是在選 我還硬要黏上他 沒有 我們把他講清楚 朱王沛是11月25號 我在聖後龍講的 就是選後第二天 對 沒錯 這是朱立倫極大的意願 可是王金平他對於之前的 當時你講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在想 絕無可能 但是立文姐 絕對不願意 立文姐 現在是1月18號 到5月18號 6月18號的時候 絕無可能 王金平對於他跟朱立倫之間 上一次的換柱的事情 是非常的根根於懷 他認為他被朱立倫騙 王金平對於他跟朱立倫之間 上一次的換柱的事情 是非常的根根於懷 他認為他被朱立倫騙 我們就公開在聖後龍跟大家講 因為他覺得朱立倫 你既然兩次來找我 叫我出來拋磚引玉 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然後最後你卻是自己跑去選了 你搞得騙了 所以王金平對這個 是根根於懷的 私下常常跟有人在轉述這一段 可是朱立倫他也是一副 我請王院長出來選的時候 是黨內初選 到後來大家逼著我 包含賴世保 包含很多國民黨立委說 你如果不選 他們甚至連國民黨籍都不要掛 或是不選 那是因為我身為黨主席 我無法迴避 然後我輸了一頭灰 灰頭土臉 然後381萬票最低票數又回去 那是當時的朱王的一個情節 所以即使是如此 王金平他主觀意願上 絕不可能跟朱立倫搭 可是對國民黨來講 這幾個人如果能搭起來的話 還是對國民黨來講是好 那到他們後續是走 如果沒有辦法 就必須黨內初選 以民調七成民調三成黨員 或是全民調來講 我都覺得國民黨最後會是朱立倫 民進黨的話直接跳來 我覺得最後會是賴金的 然後柯文哲會出來選 柯文哲可能選贏 因為堅哥認為不會贏 所以柯文哲可能選贏 你今天講這結論我們不想聽 你今天結論太多了 而且這些人通通都不同意 講了以後之後 再來給立倫姐打臉 朱立倫一直想要王金平配 蔡英文當然一直想要 賴清德沛 這兩個人現在都在找一個 能夠讓他在選舉當中 比較輕鬆過關的對手 蔡英文到現在是沒有放棄的 維漢要看一下 昨天蔡英文還為了要繼續 選總統這件事情 跑去逛西門町 這是他過去不會做的事情 去哪裡 去西門町 還買了魯鴨翅 這麼清明的一個行動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他現在接地氣了 除了他接地氣之外 他還要求所有的閣員 從蘇貞昌開始 可能是蘇貞昌要求的 就開始開直播 可是這個成果還慘不忍睹 科技部長陳良基的直播 70個人在看 整個科技部的員工也不只70個 部長在直播 跟企其在直播 只有7個人在看 大使不是說 幾百個科技界的大佬 都要他留下來當部長 不可以去當教育部長嗎 這合理嗎 勞動部長直播的時候 還唱了一首歌 結果只有兩百個人在看 整個勞動部 也不應該只有兩百個人吧 我覺得還不錯 表示台灣是一個很民主的社會 是一個很正常的社會 其實我是千歌拉小提琴的話 那個人數可能是超過100倍 不可不可以 加兩個零 想要當網紅 妳在節目這樣一講 可能這個部長回去 會要求下面要看 我們是希望他不要 每次直播只有70個人 這太難看了 我覺得這樣子 我借回答這個問題 也回應一下剛剛大家熱烈的討論 就是說我覺得網紅的確就是未來 在柯文哲第一次出來選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社會講到網紅 還是有一點鄙視的 對不對 就覺得說網紅這樣 但現在連總統都要當網紅了 恨不得當不成網紅 所以時代其實變得非常的快 未來就是這樣的媒體生態 你沒有在網路上面紅 你真的很難在政治上面紅 所以我們可以想而知 但重點就是你能不能紅 因為網路沒有界線 很難 也沒有門檻 大家都想當網紅 就試看看 不過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 我覺得韓國瑜的選舉 他有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就叫做空軍陸軍 只要合體 那就是無堅不摧 就是這樣 韓國瑜有最強的空軍 結果王金平的陸軍一翼柱 本來大家不相信他會選上的 但後來三三使得他可以選上 所以在我們的補選 我要講一下那個陳炳甫 剛剛講說這個韓科對決 其實因為補選的投票率會非常低 不到四成 所以補選是沒有空軍的 因為郵離票通通不會出來投 你只有長期的耕耘 組織才會出來 三個都是世家 民進黨 國民黨 包括武黨的 都是在地耕耘多年之世家 陳炳甫有一半沒有 因為他不是士林那邊 他是大統這邊 這兩個都在士林有很強的 最強的是誰 就是民進黨 陽性集團 他是全力以赴 而且耕耘很久 最後20號的時候 像韓國瑜我覺得他這一點 是讓國民黨的人很感動的 就是說不敢大小腳 他已經忙到沒有時間睡覺了 可他真的很夠意思 這個選舉很重要 陳炳甫20號他就是來 然後其他的選舉不只謝龍介 包括鄭世偉 就是馬上在三重要補選的 賣菜狼他也都答應了 他其實是很夠意思的 所以空軍加陸軍 在一個這麼難選 就陳炳甫這個選舉 我們也不會員 真的很難選 還不會到柯瀚對決 就是說不管是 柯文哲支持的陳世宇 或者是韓國瑜支持陳炳甫 也不會到柯瀚對決 因為都是 還是屬於他們個別人在打 只是說他會反映出 到底誰的影響力比較大 當然以目前來看的話 陳炳甫的基層的扎根是比較穩 因為他好幾代都在這個地方扎根 從他的姐姐 然後到他自己 還有他的家族 在這個地方扎根比較大 如果說韓國瑜來的話有加成 陳炳甫宇他算是比較年輕的 他爸爸在這個地方的影響力是有 但是柯文哲會給他加成多少 大家會看的是說 這兩位網紅的 那麼一個是高雄市長 一個是台北市長 他們來為他們自己所屬意的人 或者是他所同黨的人 那麼在助選的時候 會產生多大的效應 這個大概就會再做評估 所以我覺得大概 就是在這個部分而已 但是還不到於說 柯文哲跟韓國瑜兩個人要撕破臉 兩個人要對面 應該還不會 我覺得他們兩個的交情還在 而且他們兩個的交情 這可能是柯粉跟韓粉實力的對決 對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跟韓國瑜 兩個人的個人的交情都還在 沒有因為今天已經進入了政治 那麼產生的變化還沒有 到未來就到2020年 在真的總統選舉 開始開打的時候 國民黨推出來的候選人 已經推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韓國瑜他的立場 就必須要很清楚了 因為他就必須要以黨的立場 為考量 而不是以他個人 如果韓國瑜本人 因為現在事實上有很多人的聲音 都希望韓國瑜出來選 但是以韓國瑜自己的意願來說的話 看起來目前是沒有 這個要出來選的意願 因為很多人 其實包括我在內 在韓國瑜當選的當天 我們在做直播連線的時候 我就直接問韓國瑜說 要不要乘乘追擊 韓國瑜說 沒有啦 學長 因為我當他兩屆 他是回調了 但是他也沒有把話說死 但是國民黨也還是要以慎選為主 國民黨既然要以慎選為主 如果國民黨到最後民調再怎麼撤 都發現他所推出來的人 贏不了這場選舉的話 然後他們認為說 韓國瑜可能有 贏得了這個選舉的機率 大於其他的四位的候選人的話 這個時候你韓國瑜也要顧全大局 也要被推出來 也要被推出來 這個也就是不是以你韓國瑜 個人的意願為意願 以個人的意志為意志 你還是要以你黨的意志為意志 不得已的請問 我的先生賴老師已經論述得很清楚 你們兩個等一下另屁聊天室 這個另屁聊天室 但我講不出來他那麼有條理 他講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但是我把最後的話講完了 就是說我現在要反過來 要反過來 反過來的意思就是 因為國民黨目前有四位 目前有四位排出來的 我們來論韓國瑜跟他們的交情 我講實在話 這四位 我想韓剛分析得很清楚 其實大家明眼的人都看得出來 韓國瑜跟王金平的交情 是最深的 最好的 最自然的 你看他們的見面 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 而且都是很自然的就發生 然後韓國瑜也會很自然的 就是等於是挺王金平 我覺得那是自然而然 你看朱立倫到目前為止 還想方設法 要跟韓國瑜要見個面 還找不到辦法來見面 這個是很困難的 然後你來看看朱立倫 不是 這是朱立倫 你來看看馬英九 馬英九個人沒有表現出 任何意願要跟韓國瑜見面 韓國瑜也沒有任何意願 要跟馬英九見面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跟馬英九是 其實還是不要見面好 這樣大家日子過得還不錯 好 那我們就來看吳敦毅 這個推論滿跳躍的 吳敦毅很努力的去見面 見了面以後 我們看到奇奇怪怪的 一定要一堆人見面才行 奇奇怪怪的 所以其實吳敦毅跟韓國瑜見面 見得奇奇怪怪的 馬英九跟韓國瑜 還是不要見面好 朱立倫想方設法要見面 找不到辦法來見面 可是韓國瑜跟王建平 已經不知道見多少面了 而且很自然流露 我覺得這種關係 如果我們還解讀不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在政治上 真的是有點有問題 要不就是我們故意不解讀出來 不然的話我想高手那麼多 我對柯文哲的主黨 充滿了好奇 我真的是充滿好奇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不要像國民黨 我也不要像民進黨 我要有自己的一個 獨特的方式 我真的是很好奇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在歐洲 我跟立文都在歐洲大陸讀書的 歐洲的政黨 大概就是左派右派 那麼都是從經濟裡面來看 一個就是富裕為主 一個就是財富的在分配 大概是在這個部分 如果說美國來說的話 那麼一個就是比較保守主義 一個就是比較自由主義 大概就這樣區別 你柯文哲要在台灣 創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白色 你不能只是白色這兩個字 但是你要把你的路線 你的宗旨 你的定位定出來 我真的是充滿好奇 當然我覺得 如果他提出來的東西 讓我們眼鏡一亮 我們都覺得這個人 確實智商非常的高 可是如果提出來的時候 也不過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對於他要競選總統 他的軸心 如果沒有很明確 而沒有讓我們眼睛發亮的話 他沒有超越國民黨 或是沒有超越民進黨 我覺得這樣的話 他要選總統 反而不見得會是加分 然後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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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